《空白隔》 《空白隔》 其实很艰难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 其实并不难 是你太悲观 和这一道墙幅 跟谁分享不想让 你为难 你不再 需要给我个答案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是我的 但是怎么说 总觉得 我们之间 留了太多空白隔 也许你不是我的 爱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过去是选择 但那也可能是我们的 你也不再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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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太多 我去找我 我去找你 简单 其实很自然 两个人的爱又两人分担 其实并不难 是你太悲观 隔着一道墙铺 跟谁分享 不想让你为难 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怎么说 总觉得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歌 也许你不是我的 爱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怎么说 总觉得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歌 也许你不是我的 爱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好 一场非常好听的空白歌 配上他这个非常疗伤的歌后 真的是完美 非常感谢Oliver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再次来挑战的张春达 带来《红艳》 《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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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声》 《对对牌城旁》 以振强 и歌声的歌迹 《红艳》 一曲《春门》 《红艳》 向南方飞过路未荡 天苍望天河望 心中是北方佳乡 天苍望天河望 心中是北方佳乡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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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单纯的蝴蝶 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 像顽皮的小猫 也腼腆的好奇而睡着 是昏暖的时代 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 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摩托 除了风以外 我还能听到什么 除了沉以外 都还能拒绝什么 除了你以外 还能依赖那一刻 在这里以外 在呼喊的是什么 在百年以后 想回忆的是什么 在离开以前 能否再见那一刻 记得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将会挥尘 谁说世界 早已没有选择 乘着我会 喜怒你回爱了 唱几分钟情歌 为什么 至少证明 我们还活着 至少证明 我们还活着 记得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记得 你的眼睛将会亮着 我的手臂将会挥尘 我的手臂将会挥尘 谁说世界 早已没有选择 谁说世界 早已没有选择 谢谢 好的 谢谢泰克 来 我有请这一组前面两位选手一起上台 我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还选的第二组 哇 清一色的男将 其实来来来 我们往前走一步 让评委老师看清楚你们好不好 来 先有请我们的评委老师点评一下 大家好 这个歌声还没有结束 我们底下评委老师已经开始争议了 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 就说明这组选手的整体实力 还是相当不错 而且都比较接近 其实加拿大国家电视台我们做这个节目呢 一个目的就是要发掘咱们多伦多 包括加拿大所有的喜爱唱歌的这些选手 音乐的爱好者 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你们可以在这里发挥 选出自己想唱的歌 想传达 想表达出来的这种情感 从台上这三位歌手 他们有的选择这个名歌 有的选择这种情歌 各有特色都非常的不错 那么现在我简单的先点评一下 26号这个情歌唱的是特别的有味道 你喜欢那个杨宗伟的曲子 唱的也有他的这种风格 这首情歌处理的非常的细腻 那么不足的地方呢就是有那种 比如说高声啊假声那种更加需要你把控的地方 可能以后在这种歌曲的当中的那种很细腻的部分 因为你的那个中音都非常好 但是在那种稍微有一点挑战的 怎么样去把那个气息掌控好 这个以后还要多练 那么27号今天的表现明显的比上次好了很多 对无论是从现场的这种自如的发挥 这种情感的投入 以及对这种歌的这种处理都非常的好 所以也非常的高兴 因为能够看到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样的一个进步 真的非常替你高兴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比赛呢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机会 大家要经常的喜爱音乐爱唱歌你就要不停的要练 要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要到我们的比赛现场真实的感受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展示自己 如果你在台上唱的非常的享受非常的enjoy 那么我们听的底下的观众也一定会为你而高兴 一定能感受到这一份好不好 28号呢年纪在这一组当中是最最小的 但是它的发挥呢也可圈可点 声音呢你本身的这种音质也非常不错 那么是不是因为就是登台的机会是不是还有点少 我就是想问一下 是因为我来加拿大才一年我来上学了 第一次参加加拿大的这种比赛 对对对可以感受到就是有点紧张 就是上台的这种自如性啊对这个有点紧张 尤其是对着可能台下的观众 包括我们这一次也是一个直播的一个节目有点紧张 那么这一方面就需要以后多参加多练习 表演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好不好 但是你本身的这种 嗓音的这种天赋的这种音质各方面还都不错 所以这一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考虑一下好不好 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评论老师的专业点评 看得出来我们评论老师对我们台上的三位选手 都是赞赏有加 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台上这三位男选手 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各有所上 我先来问一下我身边这位 你的英文名叫Tiger是吗 我很少有见到男生自己叫自己Tiger的 你是 为什么要叫这么一个英文名 因为我是1998年出生是虎年嘛 然后Tiger老虎 那我就不跟你聊了 因为我是属猪的 我总不能叫自己Pig吧 对不对 来来来 你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么一首歌 模特 因为我觉得 原创是谁 李荣浩 李荣浩 他们说李荣浩这个人太有心机了 这首歌是他写的对不对 是啊 模特嘛对不对 他之前还写过给薛之谦很火的丑八怪 古剧机同样非常火的怪物 结果给自己写了一首模特 你说他怎么心机就这么重呢 你今天选这首歌是不是也特别有心机 因为李荣浩跟我一样眼睛都小 所以我就选了 还有这个原因 真的是 这个选手非常有意思 我看我们评委老师应该是已经有意见了 来了 对 我们商量再三 觉得三位歌手真的实力都很强 那么我们现在选出来的这一位呢 并不代表另外两位没有机会 好不好 26号 以一首那个情歌 打动了我们部分评委 我们就先选26号晋级好不好 另外两位 等待 应该应该还有机会 来 恭喜我们的26号顺利晋级 谢谢 有请我们三位选手到台下休息一下 来 谢谢 谢谢你们 那正如我们的评委老师所说 没有晋级的选手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梦想观察团 以及评委复活环节 来 话不多说 赶紧把舞台交给我们的第二次现场 娜娜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第二组选手 以及评委老师们 这个选手的水平越高呢 我们评委老师的这个工作就越难 所以我很期待这下一组的选手 会给我们的评委老师出什么样的难题 首先有请第三组的第一位选手 Laura带给我们春天的芭蕾 请不吝点赞